游赏台中花博 唯一免费的风源葫芦敦园区 即使是正中午 一样吸引大批游客 我觉得跟台北比起来的话 算是漂亮很多 童话园区梦幻主题 大家忙着拍照 还有县市庭园区 澎湖县利用浸滩回收物造景 环保有创意 养殖的湖球 保利笼 还有宝特品的盖子去做的 让游客知道说要珍惜 我们居住的环境 台中花博风源园区 由台中慈激医院负责设置 三处医疗中心 为受伤或身体不适的游客 提供即时服务 主要是小朋友 他可能就是来园区玩 然后他也兴奋了 然后跑跑跳跳就 就很容易跌倒 大部分都以擦伤为主 伤口的清洁的用品 然后还有一些外伤的药膏 还有一些休息的地方 如果民众就是有不舒服 也可以先进来休息 花博风源园区 由东到西长1.8公里 设有巡回巴士 方便长辈及生长者 也能够轻松游赏花博之美 大爱新闻张国端欧阳光辉 台中报